中文之中为了考验行者 在他在一切参就当前 或有瑞相 但瑞相现前 就是祖师讲的 佛来佛展 磨来磨展 佛来佛怎么展 佛来再大的瑞相现前 就用你的根本决心的光明 看他叫佛来佛展 但用决心但又如是佛性 一起感受自然消息 那什么叫磨来磨展 恶向现前之时 你就明白知道他是恶 但要明白知道他是恶 磨向自邪 为什么明白知道他是恶 磨向自邪 因为你已经在决心上参了 决心上参时 最初你知道决心处 就是那个明白 你将来你自己试试看 你不要说你在参残 将来在佛门之中 讲的了脱道中 解脱道中的任何修行 你用在世间 任何感受就是情绪不好 种种负面的一些情绪现前时 你只要心里能够让心静下来 看着他 知道他就是负面的情绪影响 你会发现 你只要这样能看待他是 明白他是 将来久而久之 再有同样的业力 纵然拍山倒海而来 你已经可以对他默然 他再也影响不了你 所以那种影响不了 还不是究竟 但你用到世间的造作的 类似心态 你都可以得到如是的效果 何况是讲到你本来面目 什么叫类似的心态 就是你决心之中本来就有如是至德 你明白处 他就起不了作用 但是众生不懂得什么叫做根本决心中的道理 但用到世间有类似明白的作用 他也能够收如是效用 甚至于在智德大师讲的世三菩萝蜜里面 有点小病 一旦要心尽心观他 在哪里痛 观如是痛 就心放在如是痛点上 那你们现在因为不熟 你也不知道怎么放 虽然 他能治病 所以叫心为一气果报功德主 这个我们是最有经验的 为什么最有经验 我们每一年醒脚 底下那个脚窗多大 多深 烂好几天 也是发龙的烂 烂照走 不是不走 你走不是说你只要走两步 走二十公里 而且要下雨 那个烂窗泡到水里走 痛不痛 痛啊就是关那个痛 虽然我们还没有像 尊者毕临切伯措一样 当下知道 清静心 虽觉觉痛 无痛痛觉 对吧 人灵言尽讲 但是我们因为有 如是前人之中 古德跟祖师的这种教授 所以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得住那个痛 看得住那个痛 告诉你 痛 依旧痛 不是一般人以为的 痛就不痛了 错了 他只告诉你 觉清静心 无痛痛觉 清静心不是痛痛觉 那为什么他会跟你讲 无痛痛觉 就是痛觉还在 痛觉还在 但他不是痛觉 叫无痛痛觉 不是说我根本清静心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世尊成佛 一样告诉你 我头痛 我生病 释迦摩尼佛都给告诉你 我头痛 但是你不能说释迦摩尼佛 真的有病 为什么 因为他都在决心之中 正的如是大决体 叫做成佛 叫做释迦 叫能人 能人就是能骗之一切法 能急 当下根本不动 所以他觉得痛时也是 觉痛跟觉不痛都是觉 他一定能够知道痛跟不痛 甚至他比你都还清楚怎么痛 一般我们是凡夫一痛 你搞不好就已经快晕血了 你根本不知道 那个痛的变化 祖师 圣人 菩萨 诸佛 他那个痛中 他搞不好再剧痛 他都跟你分析出来 那个痛中的种种过程 是抽 是刺激 搞不好都讲得比你更维系 不是比你更维系 能够入一切维系 因为他就在决心上看痛 决痛决不痛都是决 那你说这个决是痛是不痛吗 所以你不能说释迦有病 那你不能说释迦不知道痛 不明白痛 那决心不明白痛 痛不明白 那还叫做大圆满绝 那你永远没办法体会 你可以觉得痛时 决心非痛 什么意思 决心非痛出乎 他命运之间还能够如实 知了一切痛 这叫道价慈航 但这事实上就是你决心的根本面貌 所以一切感受都要在 你不能离开一切感受 但你却要在一切感受都在之时 都这么强烈当前 你要证得它的本来面目 将来在本来面目上感受就依旧在 过去没开过时 是什么感受 现在依旧是什么感受 讲起来简单 那是难行 那是苦恨 我说那个难是特别困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